大家好我是某某奇在羊瓶 那今天呢跟雅雅一起來到四輪的發表會 雅雅妳知道今天我們要來哪一家的車廠 我知道現代 現代當然是韓國車廠 那其實它在Hybrid的部分呢 在台灣其實導入非常多的車款 而且呢它這套系統 未來還會慢慢的往純電邁進 那雅雅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車款 我知道是IONIQ IONI今天在這邊正式發布囉 啊呀 那我們先來發表會先看一看吧 好 我們去找找看 夜望去 改款後的IONIQ使用複眼式的LED頭燈 雙刀式LED日行燈 整體看過去滿有歐系感 來到車側為了讓風阻表現更加出色 也將鋁圈改為帶有魚鱗平面設計的造型 相當有特色的雙層玻璃設計 車外手把的霧面材質延伸進車內質感相當不錯 這次新增7吋全數位儀表板 搭配8吋的觸控螢幕 以及下方全觸控的雙區恆溫空調 讓IONIQ的客氣感又更上一層樓 方向盤後方的換檔撥片 不只SPORT模式下可以換檔 接換到ECO模式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來設定電能回充力道 將力道開到最強時也能和電動車一樣 使用一個踏板就能開車 不過美中不俗的是 前面兩張椅子都是手動調整 沒有搭配電動椅 後座的開門角度還算大 有冷氣出風口 中間鼓起的面積也算滿低的 不過西部空間表現較為普通 只有不到一個圈頭 因為Fastback的造型設計 讓頭部空間也只剩下一個圈頭 長途下來可能會稍微辛苦些 後車廂打開 五門車的設計讓它開口相當大 深度表現也還OK 在後座傾倒之後的平整度也還不錯 由於是鞋背的設計 放比較高的物品時要稍微小心一點 以免用力關上後車廂 後檔也跟著破啦 這次IONIQ使用1.6升缸內直噴汽油引擎 搭配Hybrid系統 縱效馬力可以達到141匹 即27公斤米的扭力 平均油耗來到每公升可以跑24.7公里 差了混動界的霸主Prius一點點 不過能有這樣的表現也算相當優異了 通常Hybrid系統就在低速時才能純電行駛 但是IONIQ在使用上32kW的馬達之後 存電行駛最高可以達時速120公里 對於這種Hybrid車來說是相當稀有的 IONIQ也是少見使用DCT雙離合器變速箱的Hybrid車款 懸吊系統使用前麥花城後多連桿 雙離合器加上獨立後懸吊的設計 可見HONDAI並沒有因為節能讓IONIQ失去駕駛的樂趣 這次IONIQ也將完整的HONDAI SmartSense導入其中 SCC、LVDA、FCW、FCA、LFA、LDW、LKA、DAW 樂樂等的安全配備讓它成為現代在台灣第一款達到Level 2 半自動駕駛等級的車款 改款後IONIQ開出105.9萬 比它的主要對手Prius要便宜9萬元啦 這次現在也同步發表Click to buy 線上購車平台 讓台灣成為第11個開通線上購車服務的國家 首先在新平台開賣的車款都是油電車 並且有專屬的線上鍋車優惠 讓你只要動動手指就能百萬油找 入手安全滿份的韓系油電車 喜歡我的影片請大家訂閱頻道打開小鈴鐺 同時歡迎大家追蹤讚賞的IG 裡面有讚賞每天的動態 想要知道最新的二輪四輪情報 請每天鎖定我們的頻道 每日更新唷 我是某某奇戰狼病 我們下回見